一开口就能流利地说着外语 是学习语言的终极目标 这也是德国神父孙志文 48年前来台湾教德语和台湾结缘的地方 不过孙神父的同事形容 这个缘分来得突然 打乱了他原本的生涯规划 看来台湾一做一个普通的传教师 我们一个普通的传教师都说 在一个本堂里面照顾教育 或传教这样子的 以后尤其是个普通的人当中 像印尼他觉得好像那些人 就是非常也是比较简单的 有点落后的那个情况 他希望在那边帮助人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总会长说 希望你去那边我们非常需要 在台湾也需要人 原本只想去印尼单纯的传教 但命运的转折 让孙神父来到台湾直起叫边 孙神父从1965年起 在府仁大学德语系任教 教书的同时 他观察到台湾的外语教育出了问题 课堂上大多是老师讲 学生听 不注重口语表达 于是让学生开口说话 成了最大挑战 现任府大德语系副教授扎代山 这是孙神父早期实验的学生 神父在他大一时 叫他暑假天天跟学长用德语聊天 结果开学验收 口语能力明显有进步 就是一个高地的医学生 教授在放假的时候 他没有时间就在一关 然后新年开始之后 我可以跟他这样 半个学生和一个小学生 讲到我呢 所以我想的 如果他是 他不是一个super student 如果他会做的话 我觉得还有别人的学生 应该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指令 常常有这些小老师制度 除了小老师制度 孙神父也常利用分组讨论 戏剧表演或辩论的方式 制造学生说话的机会 孙神父的学生 回忆起这些活泼的口语训练 虽然现在看来 是再平常不过的教法 但在三四十年前 可是非常大的突破 四十多年前 大家都比较害羞 讲外文 又讲德文 都不敢讲 怕丢脸 可是在小组里面 大家就比较有安全感 大家都很熟 互相帮助 平常的时候 一个老师 三个无数学生 没有意思 现在是有十个 十五个老师 其他学生 很有意思 我觉得时候 是这样的 他们开始 讨论那个小组 我出去 到我的办公室 有一点事情 回来之后 他们还是在 在谈论 表演不够 我还跑到他办公室 下课了 又一票人 又冲过去 跟他讲说 我们继续演 我们上了那篇文章 叫迪北本 那个职工 然后我们就继续演 他把他当作资本家 我们是那些女仆 那个工人 然后我们就开始演 一进去 就一进门 就开始骂他 用德文 全部用德文 就是七八个同学 然后就开始 他也很高兴 他马上就说 哎呀 你们是怎么样 你们怎么怎么样 就他开始 全部都用德文 就马上就很入戏 就跟我们开始 所以你可以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们师生的那种互动 真的是很密切 借着密切的互动 孙神父培养学生 用万语表达自我的信心 更和学生培养出浓厚的感情 那我们当学生时代 他跟我们都在一起玩 完全没有说老师那种架子 完全是没有了 然后我们常常 晚上回来 看到办公室灯还亮着 跑去找他聊天 他马上把工作放下来 跟你聊天 而且他很喜欢跟你讲话 也喜欢听你讲话 非常尊重每一个人 想办法每一个人 他自己的样子 能够出来 不要说外面的压力 或是怎么样 所以他希望 就是那么关心他 所以人就觉得 被关心的就也是 要来要有信心 就表达自己 就是对语言方面 是最好的一个出发点 老师或是学生 怕老师 有来也不讲话 他就给他们一个印象 非常关心 学生肯定孙神父的用心 但孙神父认为 这样还不够 他在台湾教书的23年中 常撰文探讨语言学 文学和哲学 在国内外发表 还曾写信给教育部 建议改革外语教学 获得当时教育部长 朱惠森正面回应 他就看他写得怎么样 以后就跟他谈话 那谈话后 那就教育部长就说 好 我们下一次请你 为我们所有的那些教授们 跟他有关系的教授们 给他们讲课 以后他就觉得非常好 因为他非常关心台湾 他看台湾的那个 那个外语教学法 就是非常辛苦 学生一辈子在读 读以后 还是讲不出来什么话 所以他非常关心他们的 所以他说能够从上年 可以改变这个制度 那才是好的 孙神父在1970年代 带动了教学改革 为现今的语言教学 打下基础 虽然之后他在教会安排下 转往大陆教书 但他在台湾的学生 有些也陆续当上老师 接棒培育更多语言人才 他说教学方法 不是看是有一套方法 可以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不是的 你要了解你的学生的背景 他的需要 他有什么困难 比方说有南部来的同学 他发音方面有些问题 对不对 这你都要考虑到 所以不是有一套方法 可以放逐四孩而接准 不可能的 他说你要因人 因人私教 因才私教 我现在想偶尔跟孔子的那种 因才私教 蛮像的 很多人想说 小孩子是在父母亲 看着父母亲的背影 那个长大的 我觉得像我们 我就觉得 我们是看着他的背影 然后我们在成长 我们是跟着他的背影 在成长的 孙神父的学生表示 教学环境和学生 会随着时代转变 但从神父身上看到 对学生的关心 爱心和恒心 是不便的教学精神 83岁的孙神父 两年前回到台湾退休 平日固定祷告 偶尔翻译文件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养 但人念念不忘着学生 孙神父常到校园走动 和教授讨论教法之余 其实他更想听到 学生开口说外语 只要有日多学生 灵活运用所学到的语言 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而他在台湾和大陆 两个异乡教书近半个世纪 活用语言的教法 也会持续在两岸 开支散叶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王宜文 新北市报导